今日中国制造的高铁正是开进巴基斯坦 而就在高铁运行的第一天 印度专家一上车就疯狂嘲讽 每小时300公里也敢叫世界第一 不料车辆启动三秒后 他就彻底傻眼了 那为何这位印度专家会如此评价中国高铁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目前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55万公里 其中高速铁路4.2公里 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高速铁路往已出具规模 已经正式进入高铁时代 而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事 也没有忘记成自己的兄弟国家 这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跟我国的友谊深厚 被亲切地称为巴铁 中国也经常帮助巴基斯坦 多年来 两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 地铁就是其中一方面 中国制造的巴基斯坦地铁正式运营 引来了众多当地民众前来打卡 这条地铁叫拉荷尔轨道交通城线 位于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拉荷尔 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早期项目之一 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中国技术 中国装备 也是巴基斯坦的首条地铁 此条高铁全长25单58公里 共是有26站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公里 地铁运行初期共安排27组列车运营 每天可运营25万人次 五年后提升到每天50万人次 整条项目施工历史五年 总投资约为16亿美元 完全采用了中国技术 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巴基斯坦能拥有地铁真是十分难得 这条地铁有着重大的意义 对巴基斯坦而言 也对整个国家的交通有了质的提升 在建设期间还为当地创造了7000多个工作岗位 运营维护期间还将创造近2000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的民生 对中国而言 意味着从中国设计 制造 建设 再到运营维护的城市轨道交通产业链首次完整输出 对两国而言 成为了两国有益的新见证 媒体采访了乘坐该趟地铁的八国民众 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开心 很感谢中国 当地政府还表示 城县是目前整个南亚地区最先进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之一 根据测算 项目运营第一年 就能创造约和3.88亿元人民币的直接受益价值 与此同时 印度专家也来到巴基斯坦 举知情人士透露 该是有一位印度专家 他第一次来巴基斯坦做中国制造的高铁时 一上车就很生气 他对别人说 你为什么作弊 这也能叫高铁吗 我觉得我一胆也没动 中国的高铁一般建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地区 周围的场景看起来几乎一样 虽然 中国高铁相对稳定 即使它全速前进 也不会让里面的人感到任何不寻常 正因为如此 印度的专家们觉得我们的高速铁路根本没有动静 印度专家的愤怒引起了很多人的嘲笑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嘲笑他 他是个没有经验的人 与中国的高铁相比 印度的高铁简直不忍之势 除了速度不达标外 周围环境特别脏 看上去像是在垃圾堆里 更重要的是 印度的高铁经常受损 他们的人在乘坐高铁时 会不自觉地偷东西 据说印度有一条高速铁路 经过不久就被乘客毁坏了 它根本没有外观 而同样是在2015年 印度和日本合作建设的高铁 却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在也没能完工 开通运营更是遥不可及 如果在中国发生这种情况 破坏高铁公共设施的人将被逮捕 并受到严厉惩罚 然而 印度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做这种事情的人太多了 印度的高级官员抓不到他们 如果直接处理这些人 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冲突 正因为如此 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再追究这件事 印度要想在高铁领域超越中国 就必须努力多年才有机会 印度一直想与中国竞争 认为中国在所有方面都不如他们 但事实上 恰恰相反 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堪称强国 而印度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印度经常出现问题 开很多可笑的玩笑 即便如此 印度专家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超过了中国 甚至有专家公开表示 中国要超过印度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 不过中国和巴基斯坦都不满足于此 后来两国还打算继续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 打造一条1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 这个重要的项目是已经在巴基斯坦区域当中 停滞了很长时间的一号铁路项目的升级改造 它本来的规划将对中国西部通往巴基斯坦区域 带来更加便利的条件 建成之后能够大幅度加强目前巴基斯坦的贸易发展 那么一号铁路项目到底是什么呢 一号铁路项目被称作是目前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协议之中 达到的投资额最高并且拥有最高建设价值的铁路 从目前的资料当中显示 在项目升级建设过后 整个铁路的长度能够达到1733公里 除此之外铁路的速度也将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原本的速度为每小时行驶65公里到105公里 在升级过后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就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到160公里的速度 这样的话 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乘接的货物就能够进行更加快捷的运送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的出发地点为卡拉奇 之后将经过拉荷尔 伊斯兰堡以及白沙瓦 也就是说 它将成为巴基斯坦最重心区域的连接方式 那么 这条铁路到底对巴基斯坦有多重要呢 因为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属于超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所以它不管是在内部的发展还是外部的连接方面都将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首先 在内部的发展上 巴基斯坦可以通过铁路项目的建设 创造大约2.4万个可以提供给当地民众的就业岗位 其次 在外部的连接方面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能够与中国进行更加方便的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 中东国家以及欧洲都有能够通过这条线路进行交流 这样的话 巴基斯坦在国际当中的地位就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自然而然也就呈现上升趋势 其实 在很早的时候 巴基斯坦就一直在计划这个铁路项目 但是却出现了停工的问题 根据相关的报道可知 2017年的时候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就已经被正式的提上了当地的日程 但是后来巴基斯坦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 原本定下需要68亿美元的投资额 在最后增加到了98亿美元 这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所以这个项目短暂地出现过停工现象 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解决 项目也重新启动 在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的消息被公布之后 很多其他的国家都非常羡慕 尤其是日本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的高铁技术发展的也是比较早的 但是他们的技术现在却不如中国 更重要的是 他们曾经和印度合作修建高铁 却始终无法完工 导致各国都不再信任日本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 中国为巴基斯坦升级的铁路项目 很有可能会在两年的时间之内就正式完成 日本在2017年的时候拿下的印度高铁项目 原本定于2023年完成 后来因为出现了疫情的缘故 建设方面也存在问题 导致整个工程进度非常慢 现在距离定好的交工时间只有一年 可是日本才修建了10公里的路程 所以有专家称 印度高铁很可能要再晚五年的时间交付 那么在面对这样的情况 印度又是怎么想的呢 最开始印度高铁招标的时候 其实中国也参与其中 但是印度最后没有选择中国 现在就只能够后悔 印度拥有十分庞大的市场 再次发展铁路 合作国家也将会获得很多的好处 为此 中国和日本都表达出了足够的诚意 本来中国是最有希望 纳德拿下这个项目的 可是日本后期一直从中作梗 最终成功截胡 如果没有选择日本的话 说不定现在的印度人民 已经开始享受高铁生活 现在印度和日本只能够羡慕 巴基斯坦的决定 相信在一号铁路项目建设完成之后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 能够更上一层 巴基斯坦的发展 也会因为这个项目而变得更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